女人前面有堵看不见的墙 并且摸不到任何的缝隙 活活将它困在里面 小美以为这是恶作剧 转身就要离开 可刚走没几步 就看见两个老人 她刚想上去询问 却发现前面又有一堵透明墙 为了引起老人注意 她不停地大声呼喊 边喊边捶墙 可费了半天劲 老人却没有任何回应 很快小美发现了异常 玩水的大爷站在原地闻思不动 而大妈则像个木偶 眼睛半天都没眨一下 小美以为这是幻觉 可睁开眼后 前面的场景却依旧如此 明明水在流 风也在吹 为什么人就是不动呢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她越想越害怕 必须得赶紧离开 这一次她决定开车寻找出路 当看到停在前方的汽车时 小美开心极乐 心中产生一个大胆的想法 只见她一脚油门踩到底 快速朝印墙冲了过去 可结果如她所料 汽车真的撞上了透明墙 如此巨大的冲击力 墙体却没有丝毫的损坏 故事回到一天前 小美跟朋友来深山度假 刚到木屋 朋友准备外出游玩 但疲惫的小美却没有一同前去 等清晨醒来时 却发现两人彻夜未归 小美决定跟二哈一起去找 可走着走着 前方就传来二哈的惨叫 小美快步上前查看 却没发现任何异常 于是继续往前走 可二哈却在原地一动不动 等再次催促时 二哈竟直接溜了 小美有点懵圈 突然 察觉到不对的她 伸出双手摸了起来 原来前面有一堵透明墙 傍晚小美回到木屋 她准备好好睡一觉 或许明天醒来 一切都会恢复原样 谁知刚闭眼 屋外就传来奇怪的声音 她打开房门想一探究竟 不料一头撞上了透明墙 女人被困在一堵透明墙中 她看得见却摸不着 这天小美出门时 发现自己一头撞上了透明墙 难道这诡异的墙还会自动缩小吗 小美瞬间崩溃了 幸好刚才的一切只是一场梦 不知过了多久 小美拿着望远镜 仔细观察山上的老人 可他们还是跟从前一样 没有任何变化 但就在她陷入绝望时 竟在不远处 发现了一头两百斤的公牛 于是小美将公牛带回了家 为了活下去 她开始挖地种菜 靠自己勤劳的双手 终于吃到了新鲜的蔬菜 渐渐的 小美还学会了打猎 这天门外突然传来动静 她警惕地打开房门 发现是一只湿漉漉的小猫 不出意外 小美也收留了她 很快时间来到一年后 小美也适应了孤独的生活 可她相信总有一天 自己能活着走出印墙 为此她每天都会准时查看墙体 直到这天在回去的路上 小美发现了一辆红色的伐木车 上面的木头还在轻轻地摇摆 好像有人动过一样 抱着一丝希望 小美走了过去 谁知没走多远 又被讨厌的印墙拦住 第二天 小美像往常一样寻找出口 突然二哈像看到了神墨 随后疯狂地朝远处跑去 等小美追上时 居然看到了一个男人 饥饿的她正在杀害一头公牛 见二哈再拼命阻止 小美赶紧跑回家里 脱下背包 举着猎枪急忙去救公牛 可等她再次返回时 男人的砍刀对准了二哈 危机时刻 小美扣下了扳机 男人就领了盒饭 但遗憾的是 二哈也停滞了呼吸 在安葬好心爱的宠物后 小美将男人推下了悬崖 故事到此结束 不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一个巨大的赵子从天而降 见起无数烟尘 一头倒霉的奶牛 瞬间被劈成两半 地上出现一条裂缝 房子也被一分为二 树上的乌鸦都飞到空中 地面不停地晃动 二十里外都刮起了飓风 大壮好奇地走了过去 伸出手来 却摸到一堵看不见的墙 还有阵阵电流传来 手掌离开时 空中留下一个血手印 小帅过来查看情况 也被电了一下 突然一只鸽子掉到地上 大壮捡起来一看 他的脖子竟然断了 这隐墙究竟有多高 这时空中出现一架飞机 可下一秒 他就撞到隐墙上 瞬间成了粉末 眼见机尾掉了下来 大壮急忙推开小帅 这才救了他一命 而地上都是飞机的残骸 这时一辆救护车赶了过来 大壮急忙跑到路中央 不停地挥动手臂 想让救护车停下来 在他不懈地努力下 终于在离隐墙0.01米时 停住了脚步 司机下车后想找大壮的麻烦 却撞破了鼻子 他们听不到彼此的声音 只能通过文字交流 他们近在咫尺 却是那么遥不可及 从高空望去 小镇四周都是这种隐墙 他们仿佛被一只看不见的碗扣在里面 而隐墙形成的瞬间 小镇就全面停电 只能启用被动发电机 也接收不到外面的任何信号 很快大批呼波勒赶了过来 通过专门的仪器 不停地扫描着隐墙 可一时半会儿根本找不到原因 他们通过广播 让小镇居民不要开车外出 可这一家人却不以为意 突然眼前发生了可怕的一幕 这是一堵看得见却摸不着的墙 近在咫尺 却远如天涯 万米高空的飞机撞上他 瞬间就成了粉末 一辆轿车正在高速行驶 对面的货车撞到墙上 瞬间就散了架 车头缩进了车厢里 他们急忙下车查看情况 身后的美女直接倒在地上 眼睛上翻 嘴里吐出白沫 还不停地说着 世界末日来了 很快他就被送到医院里 而这里也挤满了人 小伙前一秒还在聊天 下一秒直接倒在地上 口吐白沫 身体不停地抽搐 症状跟之前的女孩一模一样 科学家还在研究隐墙 小帅把手伸了上去 没想到水真能渗透过来 一对情侣来到地下十八层 想从地下逃出去 没想到这里也被隐墙笼罩 手电掉到地上 竟然发生了爆炸 啵啵啵只是摸了下隐墙 突然把手电筒扔到地上 双手捂住胸口 下一秒 心脏喷出一股血液 原来是起泊气发生了爆炸 跟隐墙接触的电子设备都会失灵 刚开始人们觉得无所谓 还办起了篝火晚会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 人们越来越暴躁 在墙上喷满油漆 甚至开启了灵源购物模式 催泪弹都奈何不了他们 幸好及时下了场大雨 人们这才冷静下来 终于看到了一丝希望 令他们吃惊的是 墙内大雨倾盆 墙外则是晴空万里 随后隐墙也有了变化 上面密密麻麻铺满了蝴蝶 手轻轻触摸一下 蝴蝶都被惊走了 透过隐墙看到 佛伯勒把他们的家人接了过来 因为彼此都听不到 他们只能举着牌子 用文字倾诉着彼此的思念之情 大壮找了个会读纯术的女孩 随后亮出徽章 佛伯勒立马走了过来 给她行了个军礼 大壮问她外面现在什么情况 佛伯勒的回答让她大吃一惊 这是一堵看不见的墙 他们只能通过文字交流 可佛伯勒说 探亲结束后 会用核弹炸开隐墙 于是人们都躲到地下室里 而这对情侣选择了爱情 巨大的蘑菇云成了背景墙 可就算这样 隐墙仍旧安然无恙 里面没受到任何影响 而墙外则成了一片焦土 这天两人在森林里发现了什么 扫掉上面的落叶 竟然出现一个黑乎乎的圆球 二翠把水倒在上面 露出一个迷你版的影墙 在中间还有一颗黑乎乎的蛋 他们把蛋移到仓库中 将手放到护照上 漆黑的蛋竟然变成了红色 紧接着白光一闪 房间里出现无数星星 仿佛梦幻中的世界一般 而外面则乌云密布 挖起了十几大风 空中还有一个巨大的漏斗 随时都会引发灾难 而蛋的上方多了一枚残碱 在红蛋能量的加持下 残碱不停地抖动 这是要化碱成蝶的征兆 果然没过多久 一只蝴蝶就破壳而出 在里面不停地飞行 可它碰到穹顶时 隐墙上就会出现一片污渍 不一会儿穹顶就一片漆黑 蝴蝶也落到了地上 而外面的天空也如出一辙 污渍在快速蔓延 眨眼间天就黑了下来 从外面看去 小镇就像一个巨大的黑色鸡蛋 而护照上出现四个鲜红的掌印 它们把手放到上面 黑色外壳发出一道白光 越来越亮 随后砰的一声发生了爆炸 小美把蛋捧到手中 来到湖边 把蛋扔到海里 下一秒 水中冒出一片红光 紧接着腾空而起 比烟花还要美丽 它们越升越高 在接触穹顶的刹那 空中出现一道白光 并且迅速扩大 不一会儿天就亮了起来 穹顶之下第一季到此结束 你觉得这个巨大的蛋是怎么来的呢 它们最后出来了吗 如果你被封印在里面 该多久才会发疯呢